赶赶 然后马上就要和姐妹们签计了 那你说一下你的心情吗 心情 就还挺期待的 对 如果在游戏中你需要结盟的话 你会有限选择谁 蒙姐 因为她实力很强 对 如果其他几个人有一个人要做卧底的话 你觉得谁做卧底对你的威胁是比较大的 蒙姐 但是蒙姐又不是一个特别爱撒 就是不是撒谎了 就是隐瞒 我总觉得我们这里面没几个有心眼的 都很单纯你知道吗 有的人就是一要演这个东西就 直接就挂脸了那种 所以你当卧底的话会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那就基本上就是很明显了 应该就在脸上写着了吧 所以那如果真的有一天要给你这样卧底的一个身份 那你会做什么准备 或者说在状态上让自己不那么容易被猜出来吗 做什么准备就是打死不成人就行了 我不是 你拿出证据来 你觉得和跳舞台这几位成员一一一的时候 和谁获胜的机力最大 体力我基本上就输了 脑力的话还可以一试 我应该可以比较过孟子义吧 对 你来这节目之前能够和天阿姨的一人联系一下 孟子义可能有的时候会联系一下 他刚才给我发了 他说他来了 我说欢迎欢迎 他说他累得不行了 我说好辛苦了 晚上见 之后有一天你们战斗胜利了 然后导演组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话 你问起什么样的需求 带我们去逛街买单 你最期待和姐妹们一起做什么事 最期待一起做什么事 好玩的吧 稍微有点小刺激的吧 漂流啊 卡丁车啊 碰碰车啊 我还看国外就是有个 猪蜜藏多猫猫 还挺好玩的 用招待把自己放在桌子底下 就还挺好玩的 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视剧 最近 黄标 黄标中间你们有特别喜欢的人物 高气腔 那里面的很多配角其实也很好 也很出彩 很好笑 就是他们老有些梗 在网上在玩什么的